这个故事啊,发生在古代,说在莱州,有这么一个叫做宋问君的年轻人,长得呢,是恐无有力,绑大妖元,这么说吧,六七个大哈一起上,也敌不过他一双手,被同行称为宋帅。 这个人父母早顾,没人教导,他也从一个读书郎渐渐地就沦落为了一个贼人,充当着打手的角色,同时呢,又喜欢听这个茶楼里边的说书人,讲那些怒铃好汉的义事,就经常地以瑕士自居,打抱不平的事也确实干过几次。 说有一回啊,有好几个贼,他在以商议之后,抢一个叫杨万元的大户,这个人呢,在莱州很有名望的,心肠好,又设有周厂,平时呢,也没少救济这个穷人。 宋问君呢,对这杨万元是有所耳闻,那时宜呢,就有些犹豫了,不过这个贼手就劝他,说呀,这个杨万元呢,是外善内狠, 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匹子,公民调狱之徒,大肆就编排这个杨万元。 这宋问君呢,毕竟年轻啊,抄架不住众人劝,于是就跟这个大伙儿深夜潜入了洋宅, 搭上了好几名护院,把这个杨万元的多年积蓄啊,是喜结一空。 这把杨万元当时气得呀,就得了一场大病,还没挠到月底,就一命呜呼了。 在出殡的当天呢,受过他恩惠的县民们,都自发的辟麻带笑为其送行。 这天宋问君正好在茶楼里边呢,看到这一切了,听着茶楼里边的客人们唉声叹气的,大骂贼人, 说呀,老天瞎了眼了,这杨万元啊,这种好人遭劫。 这宋问君听的呢,就有些迷惑了,西西一打听才知道,这贼手啊,事先是框他呢, 目的就是让他参与,多剩一份保障。 这宋问君气呼呼的就回去了,就问这个贼手为什么骗他? 那贼手却哈哈大笑,拍着宋问君的肩膀就说,兄弟啊,之前呢,我们干那些个买卖太小了, 眼下这抢了杨家,够我们快活好几年的啊,你看看你, 这身上穿戴哪件不是抢来盗来的呀? 一日为贼,终生是贼,我们做的呢,这就是刀口舔血的声音,你却抱着所谓的道义不放, 那些东西啊,都锈烂了,宋问君就生气了, 我入邦之时,你便说道义有道,我们虽为贼够,却与那些泥猪、烂狗不同, 我们抢的是为父不仁的豪身,不会动善人一毫, 若非你说这杨万元不是善茬,我怎么会参与此事呢? 他贼手摇了摇头就说,宋兄弟,你呀,还是太年轻了, 这三条腿的蛤蟆呀,他好找,有良心的妇人他难找啊, 好了,我们是狼,是注定要吃肉的,那些人是羊, 他羊也得吃草吧,这平头献梅们就是他们口中的草料, 这叫一物详一物,套义,这就是道义, 宋文君闷闷不乐,把脸扭到一边去,也不搭理他了, 这时候有一个奸孙鬼,阴阳快气的就说了, 既然宋兄弟心中有愧, 可不把分得的财物银两拿出来施舍, 救起这莱州穷人呢? 这贼手这时候也投过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, 宋文君琢磨琢磨就说, 我这两年脑子昏热, 却跟他们昏到一起了, 我上了贼船了, 违背了昔日的初衷, 你这些不义之才我要他何用? 于是啊, 还真就把这得来的脏银, 对成了大钱, 施舍给那些街头乞丐, 却有一段时日, 每逢掌灯就会有一个浑身恶臭的老乞丐, 向他起食, 宋文君就给他钱, 他也不要, 只要吃的, 这宋文君呢也不烦麻烦, 跑到馒头店, 买馒头给他吃, 单说吧, 有一个叫正才的同伙, 斗然之间就转富了, 这身子呢,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, 就是有点飘了, 除了城东宝局, 整天呢, 就是去赌博去, 玩了个昏天黑地的, 把这分得的脏银全都搭进去了, 连心买的绸缎袍袍子也改了姓了, 最后啊, 把一只金碧川啪哒的一声, 砸在桌子上, 顿时就引来了一阵吆喝, 有人就奇怪了, 这资也没有欺世, 哪来的这碧川呢? 哈, 说到这儿呢, 有人不理解了, 什么叫碧川呢? 这碧川呢, 一般呢, 就是这个女子啊, 在胳膊上戴的这种一种事物, 类似于镯子吧, 况且说吧, 这做工精美, 这是出自周中大金坊啊, 这人平日里, 跟郑阿财呢, 还算有些交情, 见他进来出手阔着, 眼红, 觉得呀, 这事有文章, 就偷偷地告诉了差役, 这差役不敢怠慢呢, 有禀报给上司, 使徒各人疯疯火火的, 就奔着这宝局, 也就是这赌场去了, 把这个郑阿财给抓住了, 一顿好打, 那郑阿财呢, 就将这个宋问军一伙人, 给拖出来了, 这堂上老爷一听, 敢将这些贼人在眼皮子底下, 犯了这么多案了, 一摔经堂木, 立马揪击人马, 前去抓贼, 这贼闻上了这个风吹草动, 早已经逃出来州了, 宋问军呢, 这心里边也是有些嘀咕, 也跟着一并吵了, 说在城外有一处连绵数百里的山脉, 他们躲到深山老林里边, 这差役们啊, 来了个百八十个, 也不畏惧, 然而呢, 这众贼人是人困马乏, 鸡肠鹿鹿鹿, 在山里边啊, 就迷失了方向, 找不着北了, 待了好些个日子, 饿的是两眼之发绿, 直到再次出了这个西山, 还到了一处农舍里, 八贼蜂拥地到了这个乌灶, 见这个馒头光里边, 堆着十几个馒头, 旁边坐着一个老汉, 心满意足地就盯着这个馒头, 宋问军也进屋了, 他一看就愣住了, 这不是平日里自己经常施舍的老乞丐吗, 老乞丐不认识的, 就咪咪的, 你们饿了吧, 吃吧吃吧, 他三个, 你两个分得个不亦乐乎, 唯独呢, 就不给这个宋问军, 这宋问军咽着口水, 拱着手就说, 老丈, 看在平日里我给你馒头的份上, 今日你也分我几个如何, 那老汉突然就拉长了个脸, 哼哼地说, 他们吃多少都没关系, 你想吃, 还不到时候呢, 滚开滚开, 貌似炫耀似的, 一把揭开了身后那个盖着的布框, 框里边还有好几十个馒头, 这同伙吃了一个又一个, 塞帮的骨子呀, 跟那个蛤蟆似的, 宋问军又求着这个老汉, 实在没力气了, 站都站不住了, 你给我一个吃吧, 而同伙们呢, 只顾着闷头吃, 充耳不闻, 那老乞丐呢, 见着宋问军不走, 就端起脚下这个馒头水来, 破他脸上, 从头到脚啊, 拎了个便, 还不罢休, 又拎了个棍子出来, 狠狠地打在了宋问军的腿上, 这宋问军吃痛, 还悠了一声, 两腿一软滚出去了, 这一跌, 可跌了个结婚八祖啊, 就一股骨裂之痛, 挣扎着起了身, 迷迷糊糊的好大一阵子, 才发觉啊, 做了个梦, 这会儿天已经大亮了, 宋问军揉了揉脑袋上这个农包, 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事儿了, 大家伙一起逃入山林, 纷纷庆幸先知先觉, 躲过一劫, 于是又商量着去隔壁周郡, 瞧瞧啊, 那块儿有没有什么大肥羊, 宋问军听得心烦, 心存了, 哼, 要不是害怕被抓, 我能跟你们一道走吗, 于是, 离这几个贼是远了一点, 就要划分界限, 不过那个贼手瞅着他一眼的黑黑一笑, 也不搭理的, 只管吩咐其他人干活, 哪知道, 当天啊, 正直酣住, 忽然之间就感觉地动山摇, 这上面的整片泥土山石上, 细哗哒就往下掉, 大家伙躲避不及, 全都被埋在里头了, 这宋问军呢, 也被石头击中了昏了过去, 不过恍恍惚惚的呀, 他就做了一个梦, 再瞅瞅那八个贼, 各个东倒西歪的, 乘着挣扎状, 多数都是四肢不全了, 有些脑袋还跟土里边埋着呢, 反正呢, 是没一个活口了, 也幸好这宋问军当时挪了个位置, 跟他们划清界限, 要不然铁定了也丧命了, 只要是如此身上也是受了伤, 又想起昨晚上那梦来, 不由得啊, 这个冷汗沉沉, 如果说那个老汉也给他瞒都知会怎么样呢, 宋问军也没敢多想, 他忍着疼, 自己走了, 到了一处山西, 洗脸的时候发现啊, 自己是面色发黄, 你脸的眷容, 好像是病了, 无论如何, 这脸上洗不干净, 又想起了那老人, 拿那锅蒸馒头的水浇他, 莫非这是要自己喜心革面? 琢磨了一阵子, 终于找出了一个山间小路, 因为自己模样大变了, 宋问军逃过了鸡捕, 又改了名, 老老师祖人, 自死之后啊, 再也不像从前那般有力气了, 啊, 风着刮风下雨呢, 身上这个多处关节是疼痛, 宋问军自嘲, 这也叫颈骨啊, 他还去莱州找过那个老乞丐, 但是再也没找着人的下落,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, 也不知道这是人还是个鬼, 直到多年以后吧, 他给这儿村讲起这事的时候, 才说的, 上天会给人回锅的机会,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, 好了, 这就是乞丐的馒头不能吃的故事, 太熟了土来着什么意思呢? 感谢观看